美国确诊数天天破6位数 我光是1月份 美国儿童的确诊数就累计了350万例 必须赶快让儿童来打疫苗 辉瑞药厂已经向美国FDA寻求 针对6个月到5岁以下的幼童 施打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婴儿最快在2月底就能够接种 才刚会走路的小小孩或是强暴中的婴儿 要怎么对抗新冠病毒 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BioNTech生计公司宣布 已经向美国FDA提出6个月 大致5岁以下幼童 施打两剂BNT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最快渴望2月底通过 美国儿童染疫数狂飙 1月份就有350万名儿童染疫 其中上个星期就有超过80万 这不只是去年Delta流行期间的三倍 更占了近期全美将近四分之一的确诊数 因此幼童打疫苗已成当务之急 试验中6个月大致5岁以下幼童 打两剂三维克的BNT疫苗 剂量是成人的十分之一 但是效果不如预期 虽然6个月大致未满2岁孩童 体内产生具有保护力的免疫反应 但2到4岁幼童 体内却没有引发 向青少年或成人相当程度的免疫反应 因此辉瑞与BNT加入第三剂试验 数据最快3月下旬出炉 儿童打疫苗副作用跟成人类似 另外则有出现较罕见 但严重的心肌炎副作用 美国目前5岁以上儿童 疫苗一剂覆盖率只有28% 显然家长更担心副作用 但专家也建议 就算有基础疾病的儿童 也要接种疫苗 避免造成重症甚至死亡风险 记者综合报道